来 他是左侧拳 我是这样接 还是这样接 一号接 还是二号接 什么拍行接 来球友们 我再考一下啊 长球 我是一号拍行接 我还是二号拍行接 还有 还有错的呢 小孩不能玩真得练量 就为了接发球 你都应该亮一亮 多听听课试一下 对 对 对大部分都是对的 对 一号还是二号 一号 二号 对了 对了球们 非常好 非常好 来来来来 海哥发一个 我给大家测验一个 你正着接 你容易失误 是不是 比如说发个测试 海哥 你第一个球 我按正手工的拍行 我打开之后 我这个球 你看 是不是容易出界 怎么办 拍面 左旋转 记不记得找左侧了 拍面稍微勾一点 大家看可神奇了 我不发力 你看 它不容易吃旋转 相当于我没有撞到球的正后方 我稍微偏侧了一点 这球的旋转 它没那么强 对 好 来大家再看 再看 你发一个短的 看我们来球 看这个弧线 拍面 偏一点 好 来 急的 大家看 所以你要加质量 也是在 大家我不知道刚才有没有注意 我所有的接法都是 基本上接到它是正守卫 都在这个位置 对 而且我的拍面都是有点偏的 我不是正通球在前 我是有点勾的 我也要避开它最强的旋转 你看 大家看这球 拍面 稍微怎么样 勾一点 拉球也是 好呢 海哥发右侧拳 马上就变 他一发右侧拳 一这样 他一这样准备着 你马上就得想 他发我哪 我反手这样 正手这样 它是相反的 是不是 所以我在弓的时候 我就 大家看 神奇波 神奇波 你看我碰 他也不会出界的 我要是发力 大家看 他也不会出界的 那如果我勾着走呢 他很容易持拳着 持拳着就出去了 对 除非你手上 就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可能收臂快了 摩擦方式 这一下集中了 可能我们把球能够吃肉 但是如果大家手虚 或者摩擦 没有那么充分情况下 你不调整你的拍形 和机球方向 容易持拳转 是不是 大家看这球 看我的拍面 来球以后 那我这个时候的机球弱点 大家仔细看 又发生变化了 他俩是反的 反的 是不是 我开始往这边接了 对 开始往这边了 所以他是这样的 你就得想 他是这样的 你就得想 对 你看对方 对方要是这样 你是啥拍形 对方是这样 你是啥拍形 你先过过脑 先别接 接的时候 你可能紧张 你都注意不到 你就先想 左侧选 小艾老师说了 往这边 往这边 他又变了 往这边 往这边拍面 你想完之后 你会发现 你可能平时 按照正常的力度 和正常的方法接 有些球容易失误 但是有些球上台了 其实就是你的接球方法 对了 对 主要是方法 其他没变的情况下 你的上台率 都会有所提高的 对 干货太干了 对 尤其是啥 对方是啥样 假如你想了 你就把手举起来 哎呦 想一下 然后你看他接 感谢 感谢大家支持 感谢大家支持 没有关注我的 点点关注 好不好 好 对 接高调 弧悬球是这样吗 不是呀 高调弧悬球 那是防守了 这是接发球 对 这接发球 是两个概念 没有关注我的 点点关注 明天过生日 我们有20个福袋 好不好 发反手 反手跟正手 完全不一样 反手体系 得单拎出来的脚 好不好 来我们再接几个 左侧拳给球我们 注意拍面 没有关注我的 点点关注 来看一下 看想老师的 这就是小绝招啊 勾一点 勾住了 拍面稍微偏一点 不容易吃旋转 拉两个 大家看 来球以后 看我的拍面 手臂 一定要快 手拿起来 这都是乒乓球的细节啊 对 正手工 反手工 好练 比赛被他说 有时候是说 赢不了 其实就是在细节上没做到位 对